守护长辈健康 基隆作名高三 画面上市市长谢果良和卫生局长张贤正在记者会中宣布 近三月份首创全国第一个亲子照护平台之后 再次首创基隆长辈照护平台 由医护人员提供24小时的LINE线上即时咨询 守护长辈的健康 基隆长辈照护平台就是希望能够让长辈在夜间的时候 在假日的时候以及他在需要的时候 他有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 即便他也看了医生了 也可以再问一下 大家及时广益对大长辈们的健康做出最好的判断 而且我们这些医生和博理师也很专业 问问一下 你去年糖分有胸化比较高 今年还要去询查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除了在这个急性的问题能够提供资讯 那这个WACARE的团队 他们在这些慢性照顾跟长期照顾的部分 也会在后续有些个案当天问题没有直接解决的时候 会再安排各管师帮我们的阿公阿嬷 又给你追踪 说那天跟你讨论的这个有点好吗 叫你还回去询查 有去询查吗 最了解市府日前首创的基隆亲子照护平台 使用满意度相当高 已经有其他县市来询问取经 市府相当乐意提供经验分享 像这样子真人能够及时 然后针对每一个个别性的问题去做了解 做出一个最好的照护的建议 那我们不只是在亲子的时候是全国第一 在长辈的时候也是全国第一 那其实在我们的亲子照护平台推出之后 我们之前有跟市长报告 也有一些其他县市的地方政府 有来跟我们做相关的咨询 他们想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做成 那他们未来不管是在亲子 或者是在长辈的照护上面 他们有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来取经 然后希望有一些经验 作为其他县市未来再推动的参考 他是真正的医生 就在线上以及他的护士医疗团队 来为大家来解决大家线上的一个健康问题的咨询 这是第一点 那局长刚刚提到的是 有其他县市有看到了 那也觉得还不错 那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很乐意做这些资讯 跟我们到目前未来的学习经验的一个分享 基隆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 市长谢国良说 未来将透过各社区推广这个基隆长辈照护平台 让长辈和家属能获得及时的健康咨询 打造有爱的照护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